真行啊 这嘴皮子比我们主持人都溜 简直就是在嘴上装了一个电动小马达呀 可是这快嘴归快嘴 他怎么就能被陆川看上 被挑选去演电影了呢 话说赵美容今年三十多岁了 在他的村里啊 跟他同岁的基本上都结婚生子了 但是他却一直还单着呢 因为呢 他不是在外边打工 就是在村里干农活 忙的是团团转 基本上没有什么时间去相亲 所以渐渐那些喜欢牵线搭桥的 也就对他失去了兴趣 而谁承想 一次偶然的机会 他上了电视 生活一下子发生了巨变 那是2013年 赵美容隔壁村的村长 参加了当地的比较火的歌唱比赛 赵美容是阴差阳错的被选中 当了拉拉队的队长 在加油助威的时候啊 赵美容拿起这喇叭就开喊 村长在我们村唱歌是最棒的 啊 这么多年了干了很多的好事 给我们老百姓修路 还给我们的孩子们买书包 陪老人唠嗑 经过他这么一吆喝 不仅帮着村长成功晋级了 自己也彻底活了 各大卫视呢 开始邀请他参加节目 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认识这个 伶牙俐齿的农村姑娘 并且亲切地称呼他为 快嘴村花 赶巧了 正好呢 有一档节目啊 是乡亲节目 看中了他 要帮他找男朋友 这账本容易听 那坏了 这机会不来了吗 那我得好好把握 所以在节目当中 把对另一半的 一大串的要求 一口气全都说出来 没想到节目播出之后啊 单身男 各路都乌泱泱地 照上门来了 两年间 他们家就从来没断过 只不过呢 这过来的大多数都是奇葩 要么是扛着俩大西瓜的啊 指着赵美荣就说 你敢不敢跟我比赛 偷砸西瓜 要不然呢 就是上门要跟他比赛 搬手腕的 这可把这赵美荣给弄糊涂了 我说这成名 也没给自己带来什么甜头啊 反倒是惹来了不少麻烦 一直到2014年 赵美荣的人生 又发生了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 那一年秋天 家里刚刚收完玉米 他正坐在门口喝羊肉汤呢 这汤还没进嘴 就来了个电话 哦 您好 请问您是赵美荣吗 我们是陆川导演鬼吹灯剧主的 想请你来拍电影 赵美荣觉得 什么呀 八成是骗子 直接把电话给挂了 就没想到 我说对方接二连三地 打来了好几个电话 这把赵美荣都给整激动了 一打听 果然是真的 这下子和把他给乐坏了 扛着两麻袋的玉米 坐着火车 就一路杀到了 北京怀友影视基地